我要拳杖 给你 我要王冠 给你 我要滑板车 给你 小雪 你为什么背对着大家 这样多不礼貌 老师 我只是 你不用说了 我不想听 以后别这样了 我知道了 竟然还背对着我 小雪 你有没有听我说话 老师 对不起 我以后不会了 这还差不多了 看来 得想别的办法了 天井好热呀 小雪姐姐 帮我买个冰淇淋吧 好 我也买一个 好 我现在就去 奇怪 小雪姐姐为什么要倒立呀 小雪 帮我写语文作业 帮我写数觉作业 还有我的英语作业 可是 小雪姐姐 你最好了 快帮帮我们吧 好 我帮你们写 小辈大宝熊妹 你们的作业不合格 再给我抄写二十遍 小雪 都怪你 这二十遍 你帮我们抄吧 我写 我写 什么时候能写完呀 小雪 你怎么能这样写作业 学习态度也太不认真了 马上给我下来 老师 对不起 小辈熊妹大宝 小雪 你竟然帮同学写作业 这事太过分了 我要给你们妈妈打电话 老师 不要 老师 是小雪主动提出帮我们写作业的 千万不要告诉我妈妈 是这样吗 没错 又是这样 你们怎么能这样 老师 他们说的不是真的 我知道 哼 还想骗我 小辈熊妹大宝 作业加倍 抄不完 不许回家 好吧 小雪 你可是好学生 老师最信任你了 你怎么能替大家写作业呢 什么 小雪 你竟然替大家写作业 我对你真是太失望了 妈妈 不是这样的 别狡辩了 我是不会相信你的 为什么 为什么不相信我 眼见老师王后 小雪这样做肯定是有原因的 小雪 你快说吧 我 我不敢 小雪 你要做个勇敢的孩子 心里怎么想的 快告诉他们吧 我说 我之前当立和没对大家 其实是在练习怎么拒绝别人 可是 不管怎么练 就是说不出拒绝的坏 其实我真的不想替大家写作业 原来是这样 小雪 对不起 是老师错怪你了 小雪 是妈妈错了 你永远是妈妈的好孩子 小雪 对不起 小雪 我们不应该强迫你 你就原谅我们吧 小朋友们 你们说 我要不要原谅他们呢 觉得要的 就反送无物 觉得不要的 就反送666告诉我吧 我听你们的 我们的阶段 对不起 随便 进阶段 你们 是